歡迎大家來到30分鐘在家玩設計 我是韓文 我是雅雅 DMC4步驟的第一個步驟是感受 感受就是我們要帶孩子一起發現一個身邊的問題 然後找到這個問題背後的原因 那我們要怎麼發現身邊的問題 我們要用一個工具叫做感受地圖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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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製作感受地圖要準備什麼工具呢 要準備八開圖畫紙彩色筆還有情緒卡 那情緒卡不一定要準備 就如果我們家裡有類似的東西 或是家長上網搜尋然後可以自己製作的話 也可以拿來使用喔 好我們剛剛已經逛了一圈我們家裡回憶一下我們在這個家發生的事情 那這是我們完成的感受地圖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做的事情呢 是在這些空間上面貼上笑臉跟哭臉 然後我們先從笑臉開始 你拿小的我拿大的 這笑臉要貼在什麼地方啊 好就是呢 如果你在這個空間有美好的回憶 或是美好的感受呢 就幫我把它貼上笑臉 ok 好然後選三個 開始囉 這裡 欸媽媽也偶爾喜歡這裡 好我們現在貼完笑臉對不對 對 我們要來貼哭臉 那哭臉要貼在什麼地方啊 好就是你有不美好的回憶 或是你想到他就覺得有一些不好的感受的地方 然後還有 還有哪裡 還有這裡 已經貼完了 好我想一下喔 我覺得這裡吧 我們要來分享一下我們的笑臉跟哭臉 然後如果選一個 就是笑臉啊 你只能選一個跟我分享 你會想要選哪一個 電視櫃吧 電視櫃喔 是喔 那電視櫃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如果從這邊的情緒卡裡面選的話 這個是高興 喔是高興喔 為什麼高興 因為我可以在上面跑跳 喔是因為櫃子很高 然後有很多格子 你這樣很有刺激感啊 對 喔你喜歡在那邊玩 你咧 我嗎 我會選廚房欸 不是廚房 因為我覺得我們家的廚房很大 然後我可以在裡面跟你一起煮飯 所以如果要選一張情緒卡的話 我會選幸福 好 好 那現在換哭臉囉 而且一個哭臉的話 你會選哪一個分享 廁所吧 廁所 那你會有什麼感受 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我裡面暗暗的心不安 喔 那我覺得我是電視櫃欸 為什麼 因為我每次看你在那邊玩 雖然你很開心 可是我會有一點緊張 因為我會害怕你會 就是發生危險 掉下來嗎 嗯 或是就是摔倒在地上受傷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現在要解決一個空間來解決這個問題 電視櫃欸 因為我高興 你不高興 喔 所以你覺得你想要這樣 你自己可以開心的玩 然後我又可以不緊張 你會受傷嗎 嗯 好啊 那我們就來解決電視櫃的問題 那你知道DFC4步驟的最後一個 不是 第二個步驟是什麼嗎 想像 想像 所以我們下一次呢 就要來 腦洞大開來想 我們要怎麼解決電視櫃危險的問題 好嗎 OK啊 好啊 感受地圖的繪製方式呢 感受地圖的繪製方式呢 只需要以簡單的幾何圖形來完成就可以了 如果孩子沒有辦法 獨立完成一張家裡的平面圖的話 家長跟孩子也可以一起完成一張喔 我們剛剛透過感受地圖呢 來了解我們對於這個家裡空間的感受 然後我們剛剛選出了一個 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電視櫃的問題 對啊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電視櫃 養羊在這邊跑來跑去跳下去很危險 但養羊很開心 她可以在這個空間有刺激感 對 所以我們想要來想一個辦法來解決 這個 就是既可以讓她玩得開心 然後又可以讓我不要緊張她危險的 辦法 所以 你知道DMC 第二個步驟是什麼嗎 想像嗎 所以 對 是想像 所以我們下一次就要來 腦洞大開來想一下怎麼解決我們想到的問題 晚安晚安 晚安 30分鐘在家玩設計 我們下次見 解決 快 dentro 我們就 ved 我們除國